Journ d'Hermes, the dawn of a new fragrance It's Dior, by Christian Dior Alice, 阿匡, 後香港小店網上約機 QQ Mademoiselle, Chanel 回到來下季第3集, 後香港小店網上約機 第3集 第3集, 今季第幾集 不記得 回到來後香港小店 這樣算吧, 我們7月的第1集 後香港小店網上約機 後香港小店網上約機 回到來這集 大家經歷了很多 沒錯, 這個月大家經歷了很多 首先說就是我們剛剛過了7月1日 所以想說一些7月1日 首先要這樣說, 要多謝各位聽眾支持 沒錯 沒錯, 沒錯 也有很多聽眾來 有握手 或者是職場入會 是的, 續會 很多都有的 所以都很感謝 其實就很感謝大家的支持 所以就 的確會 希望繼續做多一些好的節目 好像那些 希望大家盡量支持我們 我們就希望保持到節目的質素 水準 希望大家聽覺的享受會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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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說多一點點 其實那天本身我要上班的 本身覺得自己應該是尾水 一分鐘下班出來 就未必有機會 先說一下時間 時間是 即是你大概 你上班的時間 我上班如果那一天 那一天就是要 平常來說是要7點 那算是7點多 例如那一天 大約是 理論上我已經覺得自己是 跟7月1日再見 這個遊行已經基本上可以 因為雖然根據 之前可能7點 你衝出去 可能有機會 趕上龍尾 但本身也沒有什麼信心 因為始終你要上班 都是不同的 但那天也有意外 意外就是 我們4點多 5點就關門了 逐節就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我本身 之前好像沒有影響到 中環那些核心地段 對 其實本身之前 上一集都說過 其實金鐘地段的朋友 就會比較容易受影響 但其實中環一直都沒有什麼 但為什麼會這樣呢 就是因為民陣 改了個 中點站 遮打花園 因為那天就有些 衝擊事件 那天有些衝擊事件 老實說 他那個位置 正正是在我公司門口附近 那種點站 我只看著一個 就在我前面 一條街上就停下了 原本都不知道這件事 即是未知道 他說遮打花園 我不知道他在哪裡 都知道遮打花園 就在太子大廈外面 那我原本都在想 會不會可能要關門 但就在想 因為怎樣都不去到我那邊 那我就再進去 所以我就想 真是未必有機會 那誰知道 這個時刻 我隔壁店 我們那棟大廈 其實就是幾個brand 幾個brand 大家都知道 香港就是三棟大廈 就是置地廣場 太子大雄和曆山 那其實最近就是 只有曆山和太子 其實置地就一定 沒有那麼遠 除非你要在那裡佔中 以前說 要在那裡佔中 那就沒得說 都佔不到上去 但其實是佔不到的 除非那些人突然說 要佔蘭桂坊 就沒話可說 那他可能是最近的 但是大家不想佔威廉頓街的關係 就是飲酒是很重要的關係 所以就 大家取消了這些念頭 很明顯 那所以其實 孕媽是一直都不受影響的 可以繼續自己的生活 那天其實就是 最主要都是太子大廈和曆山大廈 那我旁邊的店鋪 那邊的店鋪 那邊的店鋪 當時還叫做 那天的架構是這樣的 那我家店鋪的架構 其實總之我經理不在 就是我和另一位supervisor 就叫做 半渣之旗的狀態 就是兩個人 爭算之旗的狀態 因為我們老闆 就走了去開會 簡單來說 就沒得卸了這件事 於是當時我另一位主任 他正在幫客人 就是有一個客人來了 簡單來說 整支旗就交給我 那你說還有其他店鋪參與 那我旁邊的店鋪 都是我自己的朋友 又是他經理 就是一個不在的狀態 因為星期日真的很容易 經理不在 因為星期日 其實中環真的沒有人 老實說 所以經理放假都很正常 後來才發現 旁邊兩三間店鋪 都是沒有經理的 然後我旁邊的D字頭 然後我們三個 開始周圍問 我就問他們 你們會不會關門 我沒有聽到這些 再問 再旁邊的 少少Y字頭 那個品牌 你們關門 然後Y字頭 沒有聽到這些 於是 我們當然去問一些 很接近核心的外圍的朋友 於是 距離遮打最近的 對 距離遮打最近的 其實就是媽師 那媽師 我就馬上打回 給媽師的經理 就跟她說 喂 你們會不會關門 我就說 原本就說 好像在聊 因為他們說 他們實際 看到一些 警察已經趕走 崩崩 要清場 要讓大家去 有沒有噴胡椒噴霧 那就沒有的 崩崩 立即看到警察就走了 很害怕 和平清場 那我就突然發現 歷山外面是多了很多崩崩的 是的 即是be water 他們馬上去匯豐 其實崩崩一直都很be water 其實香港最be water 就是崩崩 就是 崩崩是統稱 就是泛紫州外溶 真的 泛紫州外溶 真的很be water 他們幾萬人在香港 在歷山 我們有條橋 一下雨就會沖到橋下面 沒有下雨就會散出去 那他們就說 是嗎 於是乎 開始又預備了 想預備 但是 馬斯他們的經理 據聞是決定不了 樓上的人 究竟是散不散好 又是 好像政府那樣 大家開始不停傳球 因為 重點就是 其實他外面那條馬路 他遮掩前面那條馬路 其實是未封的 是 他兩個門口 人家說了 他可能覺得 如果只是那邊的話 就不值得為了他而散門 於是 當然是 of course 這個時刻 當然是打給這個區域的龍頭大佬 於是 有大食 就是打給H 你們散不散門 誰知道 我想說 整個中華的品牌 有兩間店鋪 其實很容易就會收鋪 一個就是C字頭的品牌 就不是剛才那個馬斯 就是賣戒指 那些C字的品牌 還有另外一個H頭的品牌 其實他們經常都放假 初日又放假 有時候 那些什麼特別的字 他們又放假 之前試過 之前沒有H在那裡 之前C字頭的品牌 曾經 佔中那時候 據聞 都未佔到過來 他就關了店 他整個區最早 他就想著 我隨便一見都幾十萬 是的 那他可能真的害怕 其實老實說 因為那些貴客 就是買他們的品牌 的貴客 看到這個陣勢都不會出現 他是不會出現的了 那其實 那天 於是幾個品牌的人 一聽到這樣的時候 幾個品牌的人 就站在外面 我想說 大家其實平時 都會見到對方 但就不是特別的朋友 通常就是 借油借鹽的時候 會問對方 例如自己不夠那些 皮帶打孔機 或者突然間那把剪布 那把剪刀爛了 那些 那些 就會問對方借 還要有些朋友的關係 才會試試借 例如你認識對方 有一個人 才會問對方借 因為大家都知道 其實這行的流動性很大 是的 還有些尷尬 但不知為什麼 面對這些事情的時候 突然大家很齊心 當時我打電話的時候 是幾個 好像聯合高峰會議 即是這個 這個 要幫我會議改名 不如就叫 反正大家在中環 叫C20 哈哈哈哈 是的 日本那個叫G20 我是Central的C20高峰會 那你就高峰會 真的幾個 你想像當時的畫面 是我和D字頭品牌 Y字頭 和P字頭品牌 幾個 這幾道大廈是 哇 20間店舖一定不止 是的 但當時沒有那麼多 那個品牌在那裡 但當時我們就拿著電話 就是憑著我的人脈 憑著我和另一個同事 另一個 舊同事的人脈 兩個在那裡打電話 我想問 究竟你們收不收破 然後就 因為H當時都未認真決定 他說我們上山 但未真是決定到 於是 阿哥時間大概幾點 應該3點多 3點多 3點9了 因為他們又想著 遊行剛剛開始 又未到 是的 3點9 原本呢 當時的情形 還要是其實它正在清 但其實我外面那條路 是未殺未封的 是 即是說後來民陣走進去 那條路是未封的 沒錯 於是我還看到有車過 那我就覺得 其實都 還有車又想著 還有車又想著 還沒真的洗 那我同時有點緊張 已經喪問我 是不是要關 你等一下 不要緊張著 我們要問 於是當然是問幾十萬上落的店 又打去問旁邊的V字頭 賣珠寶品牌 賣旁邊的名錶品牌 你關不關 終於有一個V字頭品牌 就說 我們關了 跟旁邊C字頭品牌 我們決定關了 第一個 聽到消息就是 為什麼V字頭 我後來問一下 他們會看到關 因為看到警察 想封外面的馬路 已經 即是連外面的馬路 他都決定要封 即是要閘車了 開始 要閘車了 於是他們覺得 其實已經是 因為他們只有那邊門口 就不同 因為馬斯 還有商場上面的門口 但他們是沒有的 還有天橋 所以他是沒有辦法 他一定是那個位 他就一定要走了 那他就說 C字頭品牌走 我們固之前知道 C字頭品牌 都是比較珍惜生命 多些 所以認同生命 比較重要 所以他就真的會走 於是就是這樣 但是因為事實上 人家是珠寶品牌 我們畢竟都叫Fashion Brand Fashion Brand 那Fashion Brand 沒有人走你很害怕 但是這時候 我們還談了一會 那怎麼辦 我很記得D字頭品牌 那個同事 我老闆真的有牌子 每次都是我們最後 一定是 他說打封的 我們最遲 甚麼都是我們最遲 你不用想 沒那麼快的 我們不會決定到 即是都是跟封牌 是的 跟封牌 那P字頭說 他們都是 因為他們另一邊 是一向都被崩崩封了 他那條路 所以已經不形成 是突然間封你 其實他們就變了沒有分別 那P字頭說 真的看你們的頭 然後我眼神就看著Y字頭的品牌 Y字頭的品牌 我一樣 因為他那邊 一直都是崩崩馬路 那邊 他們就唯一 幾間一起看著我 看你 他就說 狗雞 於是 我被馬 然後Y字頭的品牌 突然間說 突然間說 這裡最大是你 說這些 你跟我去年賺多少 那些 突然間很想計這個品牌的 突然間開始計大家 過不過的數 不是 是計大家品牌的價值 那些 突然間跟我說品牌的價值 不是喔 你的價值比較高 然後我突然間還開玩笑 說了一個 你幾個都是歐洲品牌 我不是喔 就是歐盟的峰會 開始變成 歐盟 想扔個球給歐盟 想扔個球給歐盟 我們這些 全部都是歐盟的品牌 大哥 就是你不是歐盟才可以決定 嘩 你說到這些 於是 繼續打去問龍頭大哥 然後再問H 誰知道 他第一次沒有聽到 第二次 他打回給我的時候 我們決定4點5點3 4點5點3 好 然後我立即 通知給C20的其他朋友 立即打去 因為我想知道 最接近 遮打回那個 馬斯 他會不會刪 我立即打起 誰知道 Ralph Lauren 真的可以說的 Ralph Lauren 那邊就說 其實不需要隱瞞品牌 大家都知道 那裡有什麼舖 關門的事件 那裡有什麼事實 Ralph Lauren 那一刻 應該是管理員跟他說 我們在開C20 於是 Ralph Lauren 那邊 因為平時真的沒有接觸 跟他們 找人走過來 突然很冒昧地跟他們說 我們三舖了 他說半個小時內三舖 即是4點半 於是我就立即打去馬斯 你們三舖 然後他原本還有些猶豫 我說不是 H關了 Ralph Lauren Ralph Lauren Ralph Lauren 都關了4點半 然後他說 那旁邊呢 我說C字頭V字頭打算關 然後他說 是呀 然後他就立即衝去問他的經理 請示 他經理說4點半關 我們4點半關 OK 沒問題 一聲收線 然後幾個板牌一齊看著我 因為我打 要打給我姐 那我一早就發了一個Message 給我姐 因為我姐在布吉 然後 他就發了一個Message 這個Message 神之助攻來了 我見到在我家店 到外面那條街 問鎮姐姐在過 問第一批人 開龍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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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立即打 UV的朋友來了 然後我立即跟她說 打打你們 我說現在神之助攻 然後馬上拍照 因為你要讓你姐姐知道 多麼近 是多麼近 這件事 然後我立即拍照 我打給姐姐 我看到你們關門了 於是乎4點3度 我當時咬到4點3度 即講了一會兒 4點3度 我們就刪了 那當然我們 即其實大致上 都是4點4點4 當時P字頭 都是4點半刪了 Y字都是4點半 最遲 最遲就是D字頭 因為他路頂又要再問他路頂 他路頂又要再問他路頂 即還有一些品牌 叫做這個 程序比較複雜 我想是因為他的管理層比較新 是 通常是沒有經歷雨傘 哪些會生得爽手呢 生得早些是通常經歷過雨傘 因為雨傘那年我是近遮大花園的 那當時我們都真的看到佔中的情況 那我記得那年都是很早 私事頭都是很早生 那即是看看各大管理層 當年有沒有處理過2014年的經驗 我發現是凡是經歷過2014的 都很果斷做決定 還有大家其實都看到金鐘的借鏡 因為最近6月12日 所以那些品牌和示威者一樣 都是會進化的 大家都進化了 很明顯 我記得是很自然 大家最初第一次 我記得 雨傘當時就真的 因為雨傘當時 其實我們的節目就沒有開 是沒錯 未有這個節目 就反映不到當時的狀況 是啊 但當時我記得都panic的 大家第一次 大家都第一次 難道有個 大佬不會有一個經理 經歷過6、7 大佬 我覺得最搞笑的是 我的同事其實外面在遊行 我講到少許花數 很搞笑的 當時已經說決定生 但當時我裡面還有五、六台客 是啊 那你也要做他們 我有一台大陸客 外面在遊行 那他就突然間 聽到很吵 你想像一下我外面就是一塊玻璃 而玻璃外面就是炸人走過 你怎樣都會留意到 是沒錯 而我當時在那個位置賣衣服 他們有什麼反應呢 然後大佬就跟我說 他們做什麼 他們很緊張 他們要做什麼 有沒有趁機教育下去 那我當然很忍不住 公民教育 他們就跟我說 他們做什麼 遊行 然後我就繼續說 這件衣服有什麼好 繼續說 然後他好像沒有心機聽我說 其實我也知道會有這個狀況出現 為什麼他們要遊行 我說因為他們覺得 政府有些政策是不合乎市民的意見 我說我們的意見和他們不同 這件事很理性 所以就遊行 我們要讓政府知道我們是覺得不對 這件事 然後他突然間有樣子 開始 黑人問號 黑人問號 啊 那 因為他一聯想到 在他們那裡 如果你這樣做 就會有一堆武警衝出來幫他 然後他也有望 警察會有 警衝就是為此置 為此置 然後他就說 這個我們是自由來的 香港是可以這樣做的 他說這個可以這樣做的 你要不要出去看一下 因為很近 我外面一條樓梯就可以走 你可以出去感受一下 我幾乎想說一句 你沒有機會的 平時 基本上想說 不是 你應該跟他說 這個是這裡的特色來的 不是經常見到的 說句星會就經常有 然後他就說 我想他中間有個年輕人 他就說 最近都知道 最近都知道有這些遊行的事件 那我就說 不如你們可以出去看 都沒有問題 如果你沒有東西在這裡看 然後他就說 沒有東西在這裡看 我走了 然後簡直是有些驚恐 我跟他說 在這裡走的 他說不 然後他就要在我第二邊 近地鐵站的門口走了 然後我的同事還說 這個朋友很驚恐 證明一定是 對他來說 這件事就是 有些驚恐的回憶 我旁邊有個嬸嬸去拍片 我說小姐不要拍片 因為你這樣會拍到遊行人士的樣子 請你不要繼續 我說 因為大家都知道 如果你的電話 是被人盜用了一些資料 市民的資料就會公開了 不好意思 他又這樣 我覺得都OK 他又繼續持續地問 為什麼要這樣做 為什麼要這樣做 什麼原因 當中有一個外籍人士 其實他本身幫我試鞋 其實 外籍人士應該是覺得很平常 他覺得很平常 不過看什麼國家 他本身是在加拿大來的 加拿大老實說 少一點 但都不是沒有 他在香港工作 但他偶然來香港 但他都知道這件事 他就說今天是遊行嗎 他又說 是呀我們是遊行 當時因為他跟我另一個同事 正在做 已經是最後兩台客 我其他同事在執行場 於是他又問 他又問多一點 他見到我旁邊的客人還沒有離開 他就說 你們不怕什麼 不怕警察會再怎樣 或者其他人反對 或者政府怎樣 我都是跟他說 其實我們是有一個這樣的權利去做 那我們就去用我們的權利去做這件事 他就說 想不到 他說都令他 原來 他也有feedback 都令他很感動的 其實這一段時間的事 他說他都有看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他都有看South China的Facebook專頁 雖然被馬雲買了 他也有反映相對的事實 他也有反映相對的事實 有反映相對的事實 他說 都覺得很 什麼 於是乎 我也有很 因為見同事都走開了 於是乎 我自己也有給了一段卡通那段片去看 即是動畫那段片去看 即是動畫那段片去看 我就說 這個是代入我們的意思 這樣 他就說 他很感動這段片 製作得很認真 我說是呀 他製作得很認真 這些全部是自發 真的沒有錢收 他也有問究竟是誰去領導 沒有的 是真的自己的 Citizens 他說那些Citizens自己去做 我就說 如果你真的要問 那是一個叫連登的東西去group我們 你應該去介紹連登就是Reddit 是的 他有問是什麼 我都說是有等同Reddit的意思 是的 突然就明白了 鬼佬 他都明白的 但是他說 即是Reddit 都未必有這樣的動員能力 那我說 是的 其實台灣 我也有接觸過台灣人 台灣人都說 踢板 即是踢板 PPT 都沒有這樣的能力 去令到這麼有實質的作用 那外籍先生 他也有說 他最佩服就是香港人 真的可以動員到 他說他沒有想過 在世界上不同的報紙 都有頭版的出現 我說是的 就是他們去做的 你再難以想像一點 你可以跟他說 這件事只是套裝了一個禮拜 是的 我都有跟他說 是套裝了一個禮拜 接著他笑笑口問我 他說 大家都肯付錢一個階級 我說是的 其實我也有付錢 他說 其實我也有付錢 我說 接著我坦白跟他說 其實我都是中年 其實 我們不能夠做到的事 如果有人做到的話 其實作為citizen 我覺得應該是支持他 當然 其實我要事先聲明 粒頭的規矩 其實小鳥園絕對不是一個政治的節目 但我覺得政治和生活是 的確息息相關 這件事是 簡直是會有直接影響 你問我 其實我們回頭問 生意有沒有影響 是有影響的 我相信 大概 應該說由六月到現在 其實由六月到現在 一直都在跌 因為其實在中環 大家會覺得不敢 首先本身六月 是不是一個淡季 其實 本身六月都不是叫忙的 是 只不過再靜一點 嗯 再靜一點 這樣 變成是 即哪方面的客人 會不會是 自由行少了 還是有什麼少了 其實大家都少了 因為事實上 對他們來說 他們會覺得 對內地人來說 他會覺得 這一區好像發生了一些事 未必夠膽去過來 有些人會去了九龍區 因為我知道九龍區生意 沒有太大影響 其實港島區真的差點 還有幾月遊行 那你有遊行 大家會繼續不去那一區 加上六一二 後來我們沒有廣場 那一晚 我們去支援手 其實那些片子 周圍都看到 其實片子大家看到 但其實你問 其實生意是受影響的 老實說 我們寫report 有時候都寫不了那麼多 我甚至跟我上司去交代的時候 我都是說 因為真的沒有人來 而且很純粹一句 即是叫做 Foot flow少了 其實Foot flow 你說是不是少了 未必是 可能有Foot flow 但是Foot flow 未必是真的過來 跟你買東西 可能是 因為有時候 你可能遇上一些 我記得我同事跟我說 612那天 其實大部分 進來的人 可能都是跑到中環 要進來休息 都不出去 因為我很近門口 其實我的店舖很近門口 要下地鐵站 真的很容易經過我的門口 而另一邊 遮帶花園那邊 那天也很近 所以 你說有沒有影響 是很有影響的 但是你說 是否一時的影響 很緊要 第一本身 6月都是淡季 其實 5、6月本身 都是五窮、六絕、七翻新 當然也有些同事說過 如果沒有這件事的話 可能生意沒有那麼差 我都很記得隔壁店 有個同事說了一句 我們寧願在這個時候發生 我們反正都預了差 我們就被同事放大假 反正都有 要給同事放大假 就是給同事放大假 給同事可能補一些例假回來 就是趁這些日子去做 如果我們的行動是可以令到 以後可能十幾年 那幾年的環境更加好的時候 其實我們虧的錢又算得是些什麼呢 那種叫虧錢 其實我的確是和雨傘很不同 我再說一些氣氛就是 同事的確尊重了很多對方的意見 我事實上是 事實上這一行 之前我們都說過 因為大家在雨傘的時候 大家都有一些很像相反的意見 即是咬到臉紅二尺 咬到臉紅二裂 咬到臉紅二裂都試過 我記得當年 我們試過吃飯 是基本拿刀拿刀 即是大家要分枱坐 即是大家要分枱坐 要分枱坐 那些朋友 是咬到我記得 我有一次我自己都試過 是咬一條人 而我也都試過去阻止一些同事去打架 即是雨傘那些真的是這樣 但到今年的時候 我想我不是很多人聽 但我想我聽的人都年輕偏多 不要放棄 因為事實上 其實什麼年紀的人都不要放棄 你們的行為已經是感化到一些 原本是可能淺藍 甚至是無知的人 無知的人 即是我的店舖 其實有部份的同事 她是警察的太太 或者是家人做警察 甚至乎她未必是這麼贊成去衝擊 但去到那一刻 遊行那一刻 我很記得那天早上那一刻 的時候 我很記得同事問我 喂 你有沒有朋友在外面 然後我說 怎麼了 他說 如果是的 你叫他進來 我們倒杯東西給他喝 那一刻 我真的跟他們說 我代他們多謝你 我真的未必見到 但我真的代他們多謝你 因為那一刻 其實大家都理解對方 在爭取什麼 你可以不同意 我始終都會覺得 沒有人說過一個是對的答案 去爭取這件事 沒有人知道一個答案 等同你去銷售一樣的 其實怎樣為之中的客 我做了十幾年都不會知道 有個圖案 都沒有100%中的 一定會中的了 這樣肯定中的 一定是這個 沒有這支歌仔唱的 你等同 甚至乎那個人不是客 那個人是政府 你更加是 不知道這件事可以怎樣完成 你只能夠試 你在最低的成本 最低的人命傷害的情況下去試 是的 我覺得那些年輕人 我真的因為這件事 覺得是尊重的 因為你沒有一個 我想我們這一代 我們這一代 我暫時看不到有能力 去引擎這件事 其實這件事 大家 我想 無論現在是年輕人 或者我們這一代 大家都經歷過2014那件事 是的 所以其實這次 由6月到現在 很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所謂 你特別是同事之間 都不會流傳那些收錢 那類荒謬的事 可以說多一點點的 還有大家都 大部分人 我不要說全部人 大部分人都相信 出去做這些不同 各種抗議行為的人 大家都有一個 大家都有一個 希望香港好的目的 就算是成功失敗 可能 沒有人知道是否會成功 但是做自己盡力做的事 我覺得那天也是有一件事 其實令我幾感動的 就是 我612那天 其實是 因為我剛好真的是放假 那我就出去了 那 我都幾後線的 其實 都真的幾後線 我負責做手勢物資 那些朋友 就是頭盔 那些 那些 我覺得那天大家去發明這件事 因為太遠了 就是那個鞋頭盔 這個叫什麼 叫做金鐘首語 我今天看到他們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這個真是 是叫做革命首語 你問是否革命去到這麼大件事 我又覺得 我們未 自眼針著 我覺得這個自眼 我說 第二天是否革命 不知道 這個可能是革命的種子 但是這一刻 算是一個革命 一個行動的首語 算是一個抗議 都幾這樣 因為那天其實我不太收到電話 Protestor的審命 那天也是忙 做很多事情 我記得那天都一段時間 總之完成了 我簡單來說 已經逃跑了回家 逃跑了回去之後 我看到的訊息 在地鐵上面 突然是彈出來的訊息 我看到同事很緊張 我當時很肯定 我整間店舖的同事 都在沉迷我的下落 他們問我有沒有事 而一知道有事的時候 是不論 我很記得有一個 他先生是做警察的同事 他跟我說 你是不是真的需要幫忙 他們很怕我被捕 就是差點想找律師 他們是會找律師 因為他們是找不到 他們是找不到人 因為他們是打不到給我 因為始終612那天 大家電話都收不到 很感動 有個同事是認真說 不是很熟 第一間店舖的同事 知道我去了 其實為什麼會知道我去了 是原因 有另一間店舖的同事 看到我在那裡 你是去了現場 你不是去了 不是 我在現場 他看到我 於是乎就告訴我 我同事 其他還有一些舊同事 當時我在物資部的時候 我都看到一些舊同事 他們問我 你有沒有需要 我們有個朋友做律師 我覺得大家 好像假設了我被捕 可能找不到 我明白大家會有很壞的打算 腦子浮了很多可能性出來 我突然覺得我家店舖的同事 很有愛 真的很多人都 我家店舖的同事 全部都問 你到底在哪裡 你告訴我你在哪裡 我回到家 你回到家了 你沒事 他們直接問我 你怎樣 對 對比起雨傘那一年 你說去金鐘 那些人會有歧視你的 有點想歧視 你覺得你是 可能有些人會想 搞事 會這樣的 那一刻是很不同的 我覺得 其實在雨傘之後 我覺得這件事 又拉出來 所以 其實真的 和理非很重要 因為這件事 612那件事 其實就 如果你沒有 6月9號 那一百萬人去 沒錯 你大家都不會去 就是叫做 好像大家的意見 那麼統一 都覺得這件事 是大家做的一件事 為城市好 是啊 就是因為有 最基礎的一百萬人出來 才有這件事 我這個位置 都要給我一個 credit 我老闆的 其實我老闆真的很好 在這方面 真的很不錯 你不要計其他 他在這方面 他真的 很支持 他都 他都說 你有沒有需要 什麼什麼 他都有去問 他 他都有去關心 我都很感動的 不過說一下 其實 那些品牌的 可能上司 他們會不會 叫做 都相對 就是 對那些同事 去那些現場 有沒有什麼感覺 因為 我家庭 是真的 因為品牌 就不一定是 譬如 你平日那些 一至五上班 那基本上 Office那些 其實他不是很理會 你星期六做什麼 是不是 但是 你如果是 這些品牌 真的可能大家 營業時間 可能很近的 我去金鐘 那天 和公司很近的 大家會覺得 其實大家的距離很近 但是我又好像 又好像幫不了你 這樣的感覺 他們問我 要不幫忙 那一刻 其實 雖然我回家了 但是他們也有說 你 我也有聽到一些聲音 譬如 那天真的 幫不了手 那些 我也都很喜歡 香港人現在說了一件事 就是說 兄弟爬山 大家有各個各做這件事 其實這句話 是2014年開始說 但是真的到今天才實行到 那我覺得 是真的很不錯 今次 這個就是一個進化 很好的進化 就是大家都會很明白 未必幫到手 他們會願意去share 一些posts 或者什麼 甚至是 我的同事 甚至是我們現在 我們講一下 我們這一刻 是的 這一刻 其實我們錄音 現在呢 在屯門那邊 就發生著一些 大家密摸活家禽的行動 沒錯 就是要光復這個屯門公園 就是 就算我自己是一個住在那邊的人 都 都覺得 其實我今天去不了 是 覺得好像虧欠了那些兄弟 沒錯沒錯 就是覺得大家很努力去做這些 但是你問我呢 因為我會覺得 你做你的事情不要緊 我亦都會去相對做我能力做到的事情 我覺得是很OK的 其實屯門這件事 因為大家有心做 我覺得真的很OK 等了幾年 我剛剛看Facebook 我post了一個posts 叫做 身防馬上風 我分享一下那張照片 身防馬上風 這樣 摸活家禽 我覺得 我剛剛剛剛按一按 我看到like的人 是 任何光譜 基本上已經去到 這個真的很民生的問題 是啊 其實是對的 這件事 這件事是很down to earth的事 就是幫你爭取一些 我們爭取一些 我原本應該要有的事情 其實 還有一些事情 發覺這次的事件 是大家可以去 將一些過往社會的問題 去發掘出來 而可以聚集到人 去做一個抗議 或者表達進行制度 我反而是因為這件事之後 對香港人的 如果用數字 這兩字很大 質素 我用質素 即是香港人的公民社會意識 應該說 是瞬間upgrade了 我真的以為 老實說2014年之後 我看完之後那兩年 2014年那一刻都沒有 但我看完之後那兩年 我真的覺得玩完了 魚蛋那年我也覺得玩完了 過了魚蛋之後 有很多 叫做 各大 白色恐怖 搜捕當時的人 很多人被人落charge 又坐牢 又DQ 我其實覺得 大家已經好像 氣淚了 已經氣淚了 這件事 氣淚了 但是 今次我是覺得 為什麼大家可以 突然升了幾個層 是呀 真的 我想說 我612年之後 我是想著 200萬人那天 其實我心裡 我記得我心裡 跟自己說 其實真的可能 沒有那麼多人 因為我原本 沒有那麼多人 6月9號 我出來之前 想著 唉 我看過 譬如上那幾次 我都有少少希望 因為今年的六四多人 是 但我就會想 去得六四 我當那群人出來 老實說 跟往年那些 七一 差不多人 七一 我們前兩年 很快走光 天還不降 是啊 是啊 甚至今次 其實我都沒有想過那麼多人 沒有沒有沒有 我都以為是 因為大家會 不過我現在整天 放下了期望 我整天覺得 沒有期望 是最好的 是 但我真的沒有想過 真的沒有想過 這麼 這麼齊心 我覺得 是 多謝連登 是 多謝連登 講幾次我都會多謝連登 說真的 因為 你連登這個平台 是任何人都進去看的 其實我想說 大家知道 連登最初是高登開始 其實就是一班人 是 反對高登 不出走 這樣開一個連登 我的死路 叫做老鬼 都叫做 我當年讀書的時候 就去討論區開始 是 最初這些post 我們大家都知道 是用來交功課用的 就是問功課 去問爺問成 後來就去 就是由討論區 就是最初的 其實最初的賭論區就是 就是分散各大區 分散各大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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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以前很興奮 因為我不懂得 IT的功課 問programming 然後看到人們開始說八卦 哪個女人漂亮 或者誰跟誰在一起 那些 然後演化到說一些集文化 或者說打機 那些 即是開始有各大的不同台 其實我早幾年 對高登是失望的 因為覺得來去 都說了一些無聊的事情 還有出J2 那後來到 我老實說 我自己都幾年 真是放棄了高登幾年 我有放棄過高登一段時間 直到他開連登 我心想 有一群有心人 他出來 那好啦 其實我一直電話 是有下載連登的 有好鑑視進去看 但是那種真是好鑑視 即是連登就是 其實叫做去中央化 即是你覺得 某程度是Bitcoin的概念 去到雨傘那一年 連登都有很多post 但是當時我們覺得 開始運了五毛進去 即是有運五毛進去 那時候還出現很多 即是叫做 大家互相指責 是的 所以很散的 我覺得很散 而且很快大家已經 大台 拆大台 又說什麼又說什麼 其實我已經覺得 又有點失望了 接著去到中間 因為大家浪費了很多時間 去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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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找對方的拖柱 去抓自失 那些什麼激進派 那些港獨派又有這又老 然後我又很不開心 真的不想看 那些post 魚蛋那年 我記得我都有看連登 又是互相指責 又什麼又什麼 又說 覺得其實她一直都沒有贊同 梁天琦諸如此類 那些 那我本身 即是現在 大家都說 那些人都改了口風 那我已經預計 其實 接著現在 我這一兩年 看連登 已經是八卦 去看 或者有些人去post 一些好笑的東西 或者再延續 以前會改歌詞 現在都是看有趣的東西 改歌詞 紅日 即是我都是連登看的 改這個 情人節歌的那些 就會去看 直到這次的時候 我原本都以為是 連登仔都是 起下底 那些 想著未必可以繼續下去 因為我覺得 他們當年在雨傘的時候 能夠去拿到七景出來 已經是很厲害的 你明白嗎 是啊 不會想著可以持續下去 到這次 我見他們真心有去 大家真的提出意見 尊重對方 你真的見這些post 是沉澱了 大家對自己的想法 有個人想自殺 想自殺 他有些post 有些成 其實我那天真的見到兩邊post 一邊就說 去救他 一邊就說 不是的 先看清楚 大家又怕那些所謂 attention seeker 是的 怕這樣 但是我看到這些post 真的不是我意 我認同的意見 真和假都要去找 不要怕有白做功夫 因為你少了一個字 又少了一個 我挺尊重的 我挺尊重的 雖然大家見到是兩個post 但是大家都互相尊重 真的會說 是明白的 我們明白 但是我們會出去找他 可以的 我們會小心 這些是我覺得連登仔 自己都進化了 所以其實為什麼他那時候 當然是之前這件事 我就是覺得 因為有這樣的動員能力 譬如好像那天在612 我也真的在連登 很快 我想到真的很快 我記得我剛剛站在物資坡 我記得有人說要鉗 不是 要士巴拿 我記得 鉗也還有 士巴拿 怎麼會戴在身 真的是汽車維修員嗎 我想說你真的是汽車維修員嗎 你知道嗎 我當時去叫 因為我是負責叫出去 叫人家給 做手勢 那開始就剪剪 剪剪完之後 又要索帶 索帶完之後 保鮮紙 說完之後 突然有人說要士巴拿 全部人都看著 怎樣 真的會有字 幾乎都說不出 問對面 有沒有 士巴拿 那些人都十個問號 接著我都忍不住跟人說 我跟我旁邊 已經傳出去 那人真的不認識 大家那個做物資 除了我姐姐和朋友 我真的不認識 大家那些人都是不認識 那我就問 唉 你不如找人出帖 我說 因為我補了我的帳 因為我忘了之前自己的密碼 我說 你不如找人出帖 大家都年輕的 我說 你不如找人出帖 說要士巴拿 我真的出帖 不夠半個小時 沒有半個小時 我叫人先撐住 因為他們說要士巴拿 有些東西弄掉了 不知道什麼 要用士巴拿 我說你們先撐住 我就叫人先撐住 他們先撐住 OK 我看到他們OK 真的半個小時都不夠 有個傢伙 突然走過來問 你們是不是要士巴拿 你那一刻 你真的覺得是恐怖的 大佬 我出了帖多久 我真的看著 旁邊那個女生出帖 我看著他出帖 他還問我士巴拿 怎麼寫 然後我還嘔 然後旁邊有個傢伙 寫了給他 士多士 我跟他說士巴拿 怎麼寫 然後我就呆了 真的士巴拿就到了 誰知道 你最恐怖的 不是一個士巴拿 你見到幾個小時 當然 我們夠了士巴拿 夠了已經可以了 然後你見到後面 我最記得是 那天真的很緊張 然後那個帖 最後還會有人回發 士巴拿已經足夠了 然後我去廁所 我看到已經有人說 士巴拿已經有夠了 我講不需要 似乎是完 對 似乎是完 而且我記得當時 我們說口罩已經塌到頂上 什麼塌到頂上 我們當時站在馬路的駁 那個位置 我們的口罩 是去到駁 那個頂上 如果我要坐的話 可以坐在口罩 即是很多 你當時說真的不要口罩 我們當時每人派兩個給別人 等於書桌那麼高 等於一張 很多口罩 還有些人買蜜多爐給我們吃 太包 OK 包 還有人買唐記包點 我還記得有人問我們要不要披薩 我真的不用了 謝謝你們感動的 真的不用 因為說要遮掩那一刻 是一堆遮掩 我覺得這次大家都進化了 很厲害 真的 我是生理鹽 我最記得拿生理鹽水過來 好像拿幾支那些 一公升那些 這裏不是救急罩 是拿到連救急罩 我們夠了 生理鹽水很多 他直接叫我們找位置放 那些頭盔是一大盒 拿過來頭盔 你在哪裏 我真的經常都不明白 在哪裏買頭盔 買一箱頭盔回來 真的 因為這樣真的有些有心人 譬如他沾門路在哪裏買 他是開架 譬如貨車那些 他真的自己開架車去買 買完買過來 我知道有些 不要說年輕人 我真的見到有些是中年 或者是年紀比較大的人 很默默地支持的人 他知道他上不到來 譬如他可能要開工 他就趁空帶運 有一刻 我都很感動 就是有幾個是 你見是禿頭 阿叔來 穿西裝 你想想穿西裝 一定在附近上班 沒有帶袋 那你剛剛去附近上班 他們幾個堂 我見他們拖一架車過來 我已經心之不妙 一大堆東西 他首先是給生理鹽水 你從來沒有見過一架生理鹽水 那架可樂這麼大的 他給生理鹽水 那裡是一箱生理鹽水 一箱是帶了十幾二十支 你不知道以為是打到來 然後他再拿三箱在他的車上 第二箱是Goggles 全部是眼罩 全部是眼罩 我們呆了眼罩 我當時是沒有大眼罩 但是那個箱是多到我們覺得可以派給後面的人 一人一個 然後眼罩 然後我打開 我說什麼來的 我照道理都問一下 眼罩 那個箱簡直是 我想裝幾箱蘋果的大箱 基本上是 嗯 我不懂得形容 但是我戴上 然後他再又一箱 我現在心想 你不是告訴我頭盔嗎 是真心是頭盔 是頭盔 是頭盔 那一刻我整個人很感到 我也有眼泛淚光 很明顯那幾位朋友 這些物資不是在一個地方搬齊 他記得出 他就是有心幾個人去搬不同的東西 是幾個人去搬不同的東西 然後一次過找人 就把車推過來 最滾的最滾就是 如果你是一個 譬如中年人 他有手機 他知道我們要些什麼 就說 我看到他拿的手機出來 是沒有上網的 是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有第二個手機 但是他拿的手機出來 是普通Nokia 類似是82110 類似這樣的禁制電話 你滾動在這一刻 是因為你知道他是一個很不同的人 平時他不是那種很貼近 勁貼近社會密博的人 但是他都願意他這樣穿 就不是網民 他不是網民 他是一個真是特意去搬一些東西 知道你們在這裡過來的人 我就心想 我們可能經歷一個最大的困難 但是這件事是真的體現到我們的質素 我簡直是說 他還問我們 我記得他走了 一個男人 走 他說他一搬過來 他就要回去 他馬上推車 我們相信 是因為他吃飯的時候過來 我就隨口問他一句 你需要不需要水 因為你看到他汗流之灰 你需要不需要水 我們很多 我們幾個派了水給他們 然後我們還說 你要不要濕紙巾 我們很多又繼續派了一包 然後他就說 我記得他們說 對比你們還要你們記得喝水 那一刻 我想我們當時隔著的口罩 幾個人都是 我聽到鼠鼠聲 大家是 真的硬濕濕 我到現在說 我都會有 原來香港人是這麼可愛 大家以前還覺得 好像大家還很濫漠 很多隔膜 你知道我 其實很隔膜 平時在街上 你看到一條阿叔 很簡單 你看到那個人躲下 是沒有人走過去的 我想說 真的好了很多 現在的質素 我記得最近幾天 我覺得那些所謂 80年代 經常說的那些倫理精神 現在又出來了 我真的感覺到 消失了20年 前兩天我上班 我的同事去廁所 突然叫麥克風 外面有人暈倒 Alice 你能不能幫到他 因為他知道我要急救了 你能不能幫到他 我說 在哪裏 在哪裏 在我公司門口 對呀 在公司門口 然後我說 好 我準備出去了 我準備拿東西出去 然後他說 不用了 旁邊有個人陪著他 不過應該不會的 剛才走過去 他說應該在找食物過去 那我就想說 哇 原來 那麽快 以前我都在街上見過人 暈倒 都不時都是我自己走過去 或者我都還要 Hesitate一下 走過去 因為見沒有人走過去 不知道是否碰瓷那些 厲害還要 但是 看到現在的人 是真的會 會這樣做 最少 那 的確是令我 很滾動的 的確 那 還說多一件事 就是關於Rega 我們那天去 說回我們7-1 說回我們自己的7-1 我們自己的7-1 其實也是 我都聽了阿芬說 她那個 她那個 她那段 那 就是 那個感受 其實 我的感受 都是差不多 Rega's Scene 是一個 什麼都不夠的 網台 很山寨的 好山寨 山寨到一個 點 基本上 我不可以說自己是 我不聰明 其實我就是普通一個 人 大家都是一個 市民 市民 我們又 譬如錄下節目 我們又 不是真的說 瘦身錄節目 那些講句 其實我們都是 興趣 爽 自己要 生活上有些 想發洩出來 又 未必是一個 很適合的渠道 沒理由在街上 跟別人說 坦白說 如果我們的節目內容 不是錄音 跟聽眾說 其實就是我們 自己跟朋友說 去算 其實 Rega's Scene 都是一個 很有愛的團體 我們是很包容了不同的人 是 我不可以說極端 但真的很不同 character的人 大家都性格上很不同 但這件事沒有問題 其實是沒有問題的 大家是點不重要 但對Rega's Scene的愛 是最重要的 其實這件事 我好像在那天在街上 我過去問人家 知不知道什麼叫網台 十舉期九 都是不知道 其實這一次都是 但是大家都 即我們都是嘗試 在這條街上 在一個大家遊行的 一個這麼短的時間裏面 嘗試去cap它 其實你問我 我都是當自己 好像在一條街上 派傳單 在網路的客人 走進來自己的店舖 買東西是一樣 你不會祈求 他立即那一刻 就會來買 他不認識你 你就是當一個 不認識你品牌 什麼都不認識 好像在做一個播種的行為 是殺種子 其實是 是啊 我們那天 無論 我不知道 我們 究竟那些人 沒有捐 或者怎樣 去給feedback 或者怎樣去 互愧我們 可能有些人會覺得 七一 你好像叫做 網台節 嗯 大家出來 好像又會 就是可能會 募捐 那些這樣的情況 但是我覺得 有些位 譬如說 因為我們 好像我們的平台 又不是跟 那些聽眾 有這麼密切的交流 是 其實 和這個日子 大家自動自覺會出來 都是我們跟聽眾 去見面的機會 特別是我們 好像今年 又沒有說妄罪 是 是不是 其實聽眾 有些事情想跟我們說 或者真的見面 大家好像我老朋友 很久沒見 其實我覺得 這樣也是幾好的一件事 反而你說 捐不捐錢 這些 很歧視的事情 其實真的有些地行的 對我來說 老實說 很行的 其實還有我那天去 譬如那個情況 這樣 我都是可能跟 當時路過的人說 我都沒有跟他們說 我們是什麼平台 我只是跟他們說一句 不要看TVB 是啊 是啊 聽多些不同的網台節目 或者任何其他節目 YouTube也好 什麼都好 不要看TVB 有些人說 喂我不看 對你不看 你跟其他人說 跟你認識的所有人說 不要再看TVB 老實說 很簡單的事情 可能有一個人說 嘩有一個阿叔 馬上說好 這樣 我很開心的其實 因為我希望它影響到 一個人就一個人 十個人就十個人 我覺得 我覺得 譬如可能有時 大家 會對 我想是因為大家愛一個地方 會對一個地方 會有意見很正常 即是在香港一樣 嗯 其實是沒有問題的 這件事 但當然 大家 去 去 譬如可能去 發表意見 也都是 很沒問題 所以也是為什麼 大家對 Vicocene的愛 就是這樣 當然有些人可能會說 喂 你這樣 遊行的時候 以為沒有捐 其實你也是叫做 卡水 或者什麼 嗯 老實說 沒有錢就真的營運不了一個台 那我要說一句 如果我們是 叫做 我不可以說這裡是非牟利 但是 起碼這裡 大家都是 勉強維持的狀態 是啊 事實上 我就會覺得 七一的時候 有些聽眾 真的 幫了手 捐了些錢 或者 入會其實更加開心 是不是 都覺得成為了Member 好像 我們希望會員 越多越好 是啊 那這件事是 支持到我們做下去 因為我們有時候做節目 我又不會經常看著 多少人聽啊 什麼那些 但反而我到時 實際上看到一些聽眾 我就會覺得 我們做的節目 是有人聽到的 因為我經常都不知道自己有多少人聽 是的 其實我經常都不知道 因為他不會說 我聽了 不會的 也不會的 也不會的 我們又不是一個 真是這麼大的平台 不會說 可能 D100這樣 你走到街 說句話 都有人認得你的聲音 我們又不會 老實說 我做了這麼多年 好像這一兩次 是在街上 會遇到 聽眾認得我的 從來做這個節目 我沒有想著 要說 很多人認識 很多人去 很受歡迎 吹捧 簡單來說 不是要給 但是我沒有想過 我再老實說 我不是跟你說 我要出名 我就不在REGGA做 是不是 老實說是的 我寧願 我當然是找一個大一點的平台 是不是 但是我仍然堅持會在REGGA 第一 是自由度 真的大的 REGGA的自由度 真的大的 事實上比較配合到我的工作 是 聽眾也都沒有 就是叫做大家 我感謝大家 沒有去批判我們 說 為什麼沒有節目 真的 大家都理解 我會忙 忙 會乾 本身的人都有機會乾 是的 題材都會乾 有些時候 我們有時候會休息一下 充電 可能現在都希望維持到 隔兩個星期 我們做到一集 是的 所以 希望 各位聽眾繼續去支持 甚至乎是自己的 我們不可以說是同事 就是愛REGGA的朋友 繼續去愛REGGA 是的 這個是我對七一的想法 是的 這個位不懂得表達 明明是一個這麼巧表達的人 就是大家 我覺得 跟我們做所有 可能是反送中 有些人做反送中 一樣的 大家都是因為喜歡這個地方 想為他做些事 為自己的家做些事 就是某程度上 我們譬如說 我幫REGGA 我們都覺得REGGA 是都是 不可以說是家 但是 好像是大家一個 可以sharing的平台 沒錯 都是愛這個地方 所以才為他做不同的事 沒錯 就是希望大家 去 比如說 可能給意見 或者什麼時候 都是以愛REGGA 為主題 就會 是的 希望是這樣 我自己 我自己覺得是這樣 這個是我的立場 我的立場 頭盔就是我的 是的 如果要DOOSE 都是我 會比較清楚一點 寫我們都會說 有些事如果做得不好 大家都可以直接發聲 是的 我都知道我做的節目是做得不好的 哈哈 是做得比較壞的 我也承認的 不要緊 我們會聽聽眾多些事件 如果 如果你覺得 要反應給我們聽 因為你不說 我們真的什麼都不知道 是的 我經常是救濟的 我經常都覺得自己 尤其你想聽什麼 有些聽眾會點一下 唱我們很感謝 因為第一件事 我們先想少一個題目 是的 想題目也是一個 其實很多事情 會知道聽眾是沒有聽過的 但是 包羅萬有 因為太多 我不知道在哪裏說起 有時候 可能是說開那件事 我才會 記起有這件事 你不說開 我們又不會有這件事 只不過 剛好現在 有個遊行 又會有這件事 所以才會說起 所以 好好的 繼續愛對方 大愛 突然變成大愛包容 做交節目 哈哈 好了 不說了 我們有些 要去 愛丁堡 那邊 參加儀式 我們下一集再見 下一集再見 拜拜 哪三位都市人最容易忽略的問題呢? 那當然是夜睡、壓力和喝酒 因為這三樣東西都是治傷肝的 當肝損傷後 很容易有脂肪肝 容易引致肝硬化和肝癌 所以要健康 最重要是護肝 以上資訊 是由幫你護肝清肝的 銅建維肝素珍珠草膠囊提供 每一回到歷史 我們就看到ных 那一對 我們在一起 我們來到這麼多的 愛的 哪一位 我們可以選擇